还没睡醒 叫了个新闻 新闻味的 怎么着新闻起来肚子那么大 昨天睡了5个小时 一个视频长了5个小时 我醒来了都还没有床 属于不清醒状态 今天说的要去打比赞 但是好像失眠不足 失眠严重不足 是 哎 全掉了 哎 我的国家不在哪啊 在这 嗯 我那个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中心海的屋 这些花草 其实每天都有人搭理的 还是挺好的吧 哎呀外面的天气真好呀 早上 早上喝新兵乐 看股票 越看越凉 果然收盘 亏9万 那么果章区再买一杯 要邀请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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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 为什么 你喜欢 住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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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哪 住在飞秋 住在台湾 Jeez 你有进棕 别带我去大厨 只留在街上 别带我 我不想买衣服 但我的超级人 你好超级人 又来到另一个超级人 你不能 老外过生日 这个是 前英格兰世界冠军 也是这里的老师 教别人打球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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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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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为是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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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他买了三杯 他已经喝多了 他已经喝多了 那么晚回家 猜照讲现在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了 应该 泰国时间两点 刚才球房 两个老外打起来了 真刺激 然后都有点酒喝多了 然后 两个人分别找我来巴拉巴拉巴拉说半天 他妈的一句没听懂 大概的理解的意思就是 就 求品不好 你知道吧 呃 嗯 嗯 我一下子中文不会说的 就是 打丢一颗球 就在那边 呃 我操我操的乱说 然后 导致另外一个不开心 然后呢 就是这么争论起来了 再加上酒喝多了 然后呢 两个人同时给我买了很多饮料 我操放了一桌 这个买饮料的目的呢 感觉就像让我站队 对不对 那我也不好说 结果我去拉架 知道 一个美国的 还有一个 什么国家 不知道 体重基本上都在200斤的 她妈身高肯定比我还高 我她拉不动啊 我在想 你妈别打到我 我被他们打一城 医院躺一个月 估计 反正最终 没什么事了 这个打点球 其实 跟球品这个东西全世界都一样 对吧 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国内 也有球品不好的 球品不好的人 如果大家不能理解的话 就看看打麻将 排品不好的人是怎么样的 反正今天结束了 我再次失败 没有拿到冠军 然后 一会儿到家 看不看还要录一段 内容 开个小车什么的 容我得想想 大家累死了 前面放的都是昨天打球的视频 然后总得坐下来说什么 不能偏离主题对吧 既然大家已经帮我把位定好了 是一个讲故事的播主 那我就只能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讲故事了 还是老规矩 一开始先对对人 那么看近期评论 还是有很多 不止一两个 在说 关于我说的某一条视频里面 意思就是 我有一两百万我还出国 这句话说的 那我要是有一两个亿 我还不吃饭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 这种 无脑就打出来的文字 你能用到这种视频网站 你会用手机 并且能打出这几个字 我依然已经挺佩服你的这个智商了 然后 有人对于 昨天发布的灵异事件的这个 内容比较感兴趣 那 会问我关于最后一个故事 里面的一些细节 其实最后一个故事是啥我都不知道 我都忘了 然后有人又问我要那个 星座星盘那个女孩子的联系方式 先不说我真没有这个联系方式了 我把它拉黑了 就如我和你是朋友 我和你是兄弟 对吧 然后我加了你 因为一些原因 我加了你女朋友的威信 然后你和他分手了 这个女的我肯定会删 这是我做事的风格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我肯定会删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便没删 你觉得在网络上 你随口说说 我就能把 别人的联系方式给你 你觉得可能嘛 就是 大家都是成年人 如果我真那么随便的 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 我可以把任何的联系方式 卖给任何人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 问问题之前 过脑好不好 避免大家双方尴尬 对吧 至少 我相信 绝大部分人不会 跑来问我 银行喊密码是多少 当然 我这么说了之后 我发现 我猜测 弹幕里面都会来说 来问 我银行喊密码是多少 你们这帮人就调皮 对吧 再三说我姓张 你们非要江苏江苏的叫个不停 我就认了 本人张青 中国名字张青 泰国名字江苏 满足你们的需求 然后 再来说一下关于群 有很多朋友最近加了我微信进群 其实我不应该去见这个群 我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大家五湖四海 层次素质各有不同 对吧 然后让大家聚在一起呢 聊天呢 的确是有不太好的地方 就比如有些人吧 你再三给他说 群里禁止谈论政治 禁止谈论上海疫情 禁止谈论色情 但是总有人还在群里问我 人妖价格是多少 小保姆价格是多少 就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来 小保姆这个价格不价格的 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对吧 因为关于小保姆的这个解释 如果还有人有兴趣的话 去翻看前面的视频 我对于这个小保姆的定义 已然已经解释过了 然后 再关于一类一些一些 其他的问题 就是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就有蛮多人问我 关于泰国的车贵不贵 就我突然发现 问题我都不太会回 为什么 就我回答贵 然后 别人接着就会问 那你那辆泥桑多少钱 我说40万泰铢左右 那么便宜啊 就一副看你就像 看低等人群一样的 可能我的确穷 我认为一辆五六年的车 日产的轩逸 要卖到八万人民币 虽然公寓数很低 但我认为是贵的 我只是 把实际真实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泰国的车价和中国的车价来做比较 算贵的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可能在 在有些时候 需要展现一下他们的这个实力 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说 那么又有些人呢 问了我车价 我说 贵 然后就已经有点颤颤巍巍了 不太敢说 然后 报一个价格 就应该怎么讲 就是 问我 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就各类车型的品牌啊 之类的这个价格 就是 属于有问没问 就来问 那你问问题 你有一个目的性好不好 然后 从低端的到中端的到高端的都会问 那又有些人说什么 是不是中低端都贵 还是有便宜的 那这里呢 摩托车便宜的 除了摩托车 你问我汽车的话 我认为都是贵的 所以 这都回答 大家的问题啊 特别是在群里 或者是加了我之后 加了我微信之后的私信 我回复的 就已经有点 让我胆战心心 有点害怕了 那么 还有有些评论区的留言呢 他会问 呃 来这里做这个生意怎么样 做那个生意怎么样 就就 关于 赚钱的 嗯 那我想告诉 朋友回复 好吧 我举个例子 就像刚才 就在两分钟以前 我看到一条评论 问我 张叔 你觉得来泰国卖肉夹馍会怎么样 你 就 我 首先我不是万能的 其次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是个算命的 我在往期的多期视频里面 都都提到这个问题 就我不是算命的 我 我又不知道你做的好不好吃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就怎么样了算算这个生意好做 怎么样了算这个生意不好做 就是 就是 就拿肉夹馍来举例 对吧 我们做生意无非就算一个毛利益 净利 那你这玩意儿成本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你打算卖多少我也不知道 你打算一个月赚多少 认为是赚钱的 我也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会什么样的语言 我也不知道 你能否在 泰国的外卖平台上面去上传 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是你父母 你问我这种生意 对 当然这个只是极端的纪律 我不是针对这一位兄弟 我不是针对你 我只是拿你这个事情来做例子 就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找小保姆也好 这个容易不容易 不是我说了算 都是你们说了算 就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是没办法预判的 对不对 所以这类莫领两可的问题呢 我真不太想回答 因为你回答一条五条十条 二三十条你都能接受 你每天都是二三十条这样的 这种无脑问题 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对吧 所以 一些奇葩类的问题 我一般是评论区就不做回复了 因为你 你道行高 我比较浅薄 还是那句话 我没文化 就实在 难以理解 上层人的一些思维 这个视频就暂时先到这里了 因为我发现 近期视频如果发的频繁的话 其实访问量并不会好 也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 所以我认为还是改成一天一个 会更靠谱 今天忘了开车了 今天开车还是说一顿 开车让我想一分钟 我先关一下让我想一分钟 今天这个车不好开啊 我就来讲讲那帮大神嘛 就是 来泰国玩的人呢 就 玩不好的东西的人啊 大凡都是在国内玩的不要不要的 就是 国内都是大神 资格资历各种网 就和我谈起来一副就是 瞟尽天下所有 对吧 夜场夜店小王子 反正各式各样都有 然后 就来之前 牛逼哄哄 来了之后 带他马路上转一圈 就98街转一圈 我就看 一个一个都像鞍唇一样的怪 也不知道是为啥 我就问你干嘛 不装逼了 不习惯不习惯 张叔我不习惯 我说你不是出来找乐子的吗 对吧 找妹子的吗 你 酒吧两旁 两旁都是女孩子 还有人来拉你的 你一副躲躲闪闪的样子干嘛 对吧 而且你既然是来找妹子的 你从头到尾走这条巷子 你盯着我的脸看干嘛 我又不出台 对不对 你看两边嘛 就所以 嘴在硬的 或者是脸皮在厚的 来了 他派过之后呢 绝大部分的人 一开始都会比较尴尬 就像我现在走在这些酒吧街 有时候要穿过酒吧街去星巴克 走走 锻炼锻炼 经常有人 你如果去 以前没疫情的时候 去了平凡的话 别人拉都不拉你 因为知道你是个 从来不会进去的人 不会进店消费的人 所以不搭讪你 那现在呢 疫情了 种子选手呢 又换了一批 所以有时候还会来拉你 来摸你 对于我来说的话 你要掏一下我的当 对吧 我肯定也得回手掏一下 是不是 就 你追着 不是你追着我摸 是我追着你摸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也可以 放平心态 如果真的来玩 你就放开 不要像安全一样的 看着我这都难受 好不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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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